Chikoda的Car Rock 這一次的Car Rock黑熊特試版 它跟你想像中的台灣黑熊 是不是有點像呢 一樣 同時它還繼承了家族裡頭 水晶切割工藝的帥氣外型 完全是特地為台灣車迷朋友們 奉送的台灣Special 身為專業的動物研究員 對於這一個Chikoda的Car Rock黑熊特試版 它的特性習性 我們當然要幫大家科普一下啦 它是1.5升DSI EVO渦輪增壓引擎 而且搭配的是7速DSG的雙離合器自首排變速箱 我覺得開起來是還算輕快哦 畢竟你想想它是休旅車耶 然後呢你想說黑熊應該是又高又快啊 感覺很笨重 移動呢會很緩慢 其實沒有哦 這一台是休旅車0百加速 這隻黑熊可以跑9秒鐘 算是非常的快 我覺得這一台Car Rock黑熊特試版 它的這個前面的視野很好 然後甚至我在A柱 它A柱長得很細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什麼死角 而且黑熊有個特色就是它的脂肪多 脂肪多代表就是 這台黑熊特試版裡面有9顆地圈啊 9顆氣囊哦 算是安全上面有保障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讓我覺得很滿意的就是 還有盲點偵測的提醒 後方來車的警示 這些我覺得都是在日常使用車子都會用到的 那還有呢就是我如果到山林祕境啊 或者是我喜歡露營啊 或者是我就是要來找黑熊找動物的話 雪山版玉山版 它們還有360度的Area View 就是全車可以俯瞰 幫你面面俱到 整體來講有高剛性的車體 然後還有開起來的那種輕快感 我覺得已經超越一些休旅車 給我的一個第一印象哦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冬天肚子容易餓餓 我現在肚子咕嚕咕嚕叫 我稍微放範一下 繼續來研究我們黑熊 已經上山跟黑熊相處了好一會兒了 又到了我每個下午 都要好好來果腹的下午茶時間了 攝影大哥 攝影大哥有沒有準備食物 沒有啊 沒準備食物 什麼 那都沒準備怎麼辦 天啊 我探險皇后 竟然會犯這種重大的食物 平常下午 我們不是都應該聚在一起吃海啊 現在在深山裡面 深山裡面沒有東西 湯裡吃了 就是要怎麼發抖就... 我的手很痛 怎麼樣黑熊出沒 Eddie哥 任務官有跟我講說要準備食物來這邊 Eddie哥你太貼心了 感謝你了 是 他知道我們真是太趕了 我們出車的任務都在山上裡面 這個是台灣特有的麻糬耶 讚讚讚 這個是年糕 年糕 就像Eddie哥你知道嗎 我今天找到這隻黑熊 不是你啦 是 你今天是黑熊look 對 其實不瞞您說小妹我也是母黑熊啊 我天氣這麼冷 登登 黑熊對不對 是 山上黑熊相聚的對 對對一堆黑熊 端端端喔 欸我今天找到的這隻黑熊啊 它是Shikoda的黑熊特飾吧 就跟我們吃的台灣小吃一樣喔 就是only for 台灣的 只有台灣吃得到 只有台灣開得到 這台是你熟吧 等一下我們去試車就知道了 喔...我們來探索台灣之美 GO 我覺得黑熊很適合我們台灣 喜歡戶外活動的朋友們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深山裡面開著這台黑熊 起步之輕快耶 對 這個引擎它是新款的EA211 那在這個動力配置上 150匹扭力有25公斤密 那它厲害的是它這個新的引擎 它的油耗可以在台灣的法規測試下 平均每公升16公里 真是厲害 再來是1.5的排氣量最近也省 還有這個引擎為了能夠低排放汙染 增加低速扭力 它有做一些氣缸內的塗層 讓這個氣缸的運轉更加的順暢 更加的省油 所以這是在新引擎上面所提供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氣缸鞋子 就是24缸會暫停 原來是指這個 巡翼的時候 停入巡翼 現在在緩下坡 或者是另外一些長下坡的情況之下 它會自動停止 所以這個部分就能夠節約能源 我很少聽到休旅車可以達到這一種 非常厲害的油耗數字 它竟然是達到每公升16公里 是啊 因為之前我們講的SUV就是一個缺點 就是車重 車大台 耗油是必然的 所以之前的SUV有一個新的流行 就是柴油 因為柴油會省油 扭力又好 針對SUV的車重 又有足夠的扭力推動架速 但是因為環保法規的時候 柴油慢慢要被停止 所以改為汽油版 所以汽油在這部分把排氣量降低 低速扭力提升 非常化碳的污染也控制住 可以用汽油來達成 兼具省油 兼具SUV所需要的扭力 你看我們現在算是在比較山林裡面 對 你看我現在放開油門就是氣缸鞋子 真的耶 有一個ECO 現在是下坡 以往只要巡翼才行 現在連下坡都行 哇這種感覺就是你正在下坡 它告訴你ECO 我省油省油 它的轉速就會回到代速的重 universe 然後你就會彷彿聽到 療療療療到錢的聲音什麼 這是進口袋的 你省下來才錢 全不回來 針對於 Bos島的Care啦 引擎的這些進化 解決了之前前幾代引擎 科技度比較不俗 友好比較重的部分 都藉著新車型 新引擎的搭配 來讓效能更好 你知道嗎 像我常常在戶外爬爬走的人 我覺得這種車就適合了 休旅 你平常時要用 工作啊 什麼要逝去跑動 ok 因為它不是那種特大的 它那種大小對有人剛好 然後你到山區裡面 它還能夠滿足 對啊 我剛剛開 其實是開我自己的GT-R來 GT-R跑車沒有山路 跑這個山路 這個不是那種所謂的北宜山路 這種是有一點戶外 郊外的山路 它有一點起伏 我們這黑熊七夕的山路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SUV甚至比GT-R更好開 真的 對 因為視野高嘛 然後動力其實不要太大 因為彎路太多 太大的馬力其實沒有辦法發揮 那說實在 因為我自己比較是跟我自己平常在開的休旅比 我就會覺得說它是相對不是那麼大台 輕快 輕快 車子也不會太重 車頭不會太重 現在是1000轉左右 它過彎還挺OK的 對 你看到它其實不太側傾 好 那你就是連續彎路在家的人不會頭暈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歐系SUV的一個特色 也是福士集團坐車的一個特色 就是在彎道上 其實你很急促的開 但是側傾不嚴重 所以你就不用搖晃 可以稍微快一點的去急轉 也沒有覺得很晃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車體 很不錯的底盤搭配 尤其常跑山上 愛開山路 然後到處去旅遊 去玩 這個車子其實是相當的適合 對 我覺得這次的黑熊特試版 這個配備的組合又比 之前銷售的版本更好 算特色車 對 無論是價錢的組合 或者是車上的配置組合 都滿好算 這個方向盤很妙 它現在變成二輔式的 這個上面有一些撥桿 可以直接調整 直接選擇 駕駛座螢幕上面的視窗 所以這個撥桿其實還滿有質感的 對 它這是新式的設計 哇 你可以直接透過撥桿就知道 它現在油啊 然後可以跑多少啊 油溫 所以這都是非常便利的 雖然熊算威武 但是它很輕盈的 熊會爬樹好嗎 熊會爬樹 對 沒錯 之前選配的那一些安全科技啊 現在幾乎都是標配的對不對 像是這個原來沒有車道維持嘛 那現在把車道維持加上來 有 還有剛剛我們看到這個360度環境 對 在停車的時候非常好用 像我們今天在森林祕境 這邊真的是熊會出沒的地方 然後現在這個節能模式 您已經幫我按了是不是 是 它有四個模式可以選 它是節能 一般 運動 跟個人化設定 這個在彎裡面啊 我覺得我的方向盤也是很容易 做一點點的調整 不中手 但是很準確 就是轉的角度其實不用太大 很容易就過彎 它的ACC很方便哦 就是你平常時 你自己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點進去 比如說這個叫做線道維持 嗯 這叫ACC 這叫綁點偵測 這是ON 所以它就顯示出來 對 如果你不起用 它就沒有 而且它很貼心的是說 亮度都隨你耶 對 如果現在是陰天 我需要亮一點 你自己去調 你需要暗一點 或是今天陽光夠 所以這是一個圖式的安全配備 我們現在剛好經過這個地方好酷哦 看到黑熊耶 真的有黑熊哦 其實這樣開下來 我覺得還蠻推薦給這個家裡頭 常常要出去露營的朋友們 你看這車子的空間 我覺得也是方便的 你可以做一些運用 然後除了露營之外呢 如果喜歡去戶外活動人 我覺得也還蠻適合的對不對 然後基本上SUV 去戶外就是基本盤 對 基本盤 車高夠高 騎居地勤都可以走 有些營區又比較偏僻 所以SUV車身比較高 比較好直到會車的角度 我覺得今天這趟旅程呢 算蠻特別的 蠻讓人印象深刻的 然後露營哥今天這樣開車 我覺得跟以前的氣氛也不一樣 行銷結合在地的話題 尤其是我們台灣黑熊的主題 再來是它這個特色版的配備都相當好 那甚至今天試駕的這一台 它是配19圈的胎圈 我覺得騎在山路上可以很好跑 嗨 各位超級小營家們 看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街大贏家吧